由香港活動市務商會舉辦的第二屆微電影創作資源計劃昨晚舉行頒獎典禮 大會邀得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梁敬國、創意香港總教廖永良、香港活動市商會會長方寶橋等擔任主例嘉賓 梁敬國表示政府將會大力支持創意產業 政府透過創意香港的創意自優計劃同時支援廣告和音樂業 為本地新成立的廣告公司和生存的歌手提供更多幕後創作和幕前點說的機會 而推動香港的創意產業發展 財政司司長也宣佈了向創意自優計劃注資4億元 加強我們對創意產業的支援 今次梅電影創作資源計劃音樂篇 深屬業界歡迎 我們希望入校會有更多類似的支援計劃 來培養更多創作人才 和支援更多新成立的企業 政府也很樂意和業界一起合作 繼續推動創意產業的發展 另一方面 最佳微電影製作大獎金獎由阿羅哈奪得 最佳微電影男主角由B.O.P.天堂尿所得 而最佳微電影女主角由唐妹所得 他們是由15家廣告製作公司和15名歌手或組合 組成15隊的創作團隊 各自用了大約3個月的時間 所製作的原創微電影之中所揀選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計劃非常有意義 亦是雙贏的 因為這個計劃也幫助了一些新創的導演 一些新的我們未接觸過電影的藝人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給我們發揮 希望這部電影可以獲得獎 希望我們之後的路都越來越好